塔斯丁新出的有滋有味鸭中国汉堡真的好吃吗 买回来了 这次小龙哥一共点了两样东西 有滋有味鸭中国汉堡 还有个塔塔吃根筒 用完红包两样是31块 主要是用了一个18块的红包 包装还不错啊 专门定制的 先看一下今天主角吧 这个汉堡当点16块 先来称个重 175克 这个重量只能说非常轻 这就是里面了 这个汉堡皮只能说越来越薄了 一点厚度都没有 真的就只是一块皮 里面是炸的鸭肉 这个量是挺足的 给了很多 酱和生菜 粉丝先吃 一入口非常浓郁的自然味 这个鸭肉应该是提前腌制调个味的 肉吃起来挺嫩 个人感觉就是这个鸭肉不腌其实更好 腌了之后味道太重了 味道说实话还可以 相比到以往那种烤鸭汉堡 没在扣肉汉堡来说的话 它这个还是有进步的 肉量很足 吃起来也挺香的 30块钱的吃根筒 里面一共是6个 吃根的个头还挺大的 主要是很少在塔斯丁吃那个炸鸡 今天来试试味道 挺辣 相比较其他友商来说的话 它这个炸鸡里面的肉 会更咸更辣一点 其他的都差不多 总体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皮脆肉嫩 而且也很大块头 OK就这两个型品 吃完感受还是不错的 都挺好吃 就是这个汉堡配 为什么越做越饱了 三星棒